這次是第一次演講 他的公司就是Rainbow Home Service Company 年資已經有七年了 前一份工作就是地產代理 家庭有一個配偶 有兩個孩子 業餘的愛好就是陪家人 興趣就是照顧女兒 熱切的期望就是令家人生活無憂 成功的要點就是 娶到一個很好的太太 大家給多點熱力的掌聲 Sunny 大家好 我是Sunny 我先講我自己 這兩個小朋友 我是很做自己一個家庭的人 所以我做這個行業 我自己就希望可以透過我自己的專業 可以幫助更多家庭 可以養他們自己的健康 其實我工作是什麼呢 其實我不是 有很多人都誤會的 我會上來幫我洗一碗 我又不是那些 我不是加油那些 我會上來幫我洗一碗 我主要的 其實我是一個 我們會有很多化妝師 有很多徒手節目師 我是一個徐滿師 我叫自己是徐滿師 自己是徐滿師 我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 這隻是什麼呢 其實這隻叫做滿蟲 其實是蜘蛛的一種 蜘蛛方向的一種 很小的 我們一隻手指甲 大家拿手指甲出來看看 如果我和你說這些 可以小到 你一隻手指甲 可以收到七千隻 蜘蛛在裡面 那究竟是有多小 我都想像不到 七千隻 很小的 這些東西最喜歡 在潮汐和沒有溫暖的環境 之上 所以這條天氣 是最適合他們的身像 所以發覺身邊很多朋友 都會早上起床 就打嗤 氣管有敏感 很辛苦的 他們最喜歡的 就是在我們的 潮汐和纖維上面 在我們的枕頭床 最多 很多朋友都會說 不是的 我經常都會去到定期 去換床單皮靠 這樣就能解決到 不是 我們平常都會換床單皮靠 但你試想一下 我們的床 如果我們的枕頭心 我們有沒有洗呢 算是想像一下 今天我們去到Jerry 去做完運動 我們去做完健身後 我們全身在床 然後Jerry說 換件衣服可以了 不要洗澡 我們其實覺得 會不會是乾淨呢 其實最髒的 就是這個 深夜的床 我們說 清一道明 其實一個枕頭 沒有手估計 躺了兩年 可以超過 枕頭很重 一成 現在我試過舞會 我做完一個 一個枕頭乾手之後 一個枕頭會輕 原因就是 可以將一些很細的味 平時只用兩隻手指拍一拍 都會飛出來 這些 我不知道可愛還是恐怖 這些 這些 有一點像 我們可以同手抓他出來 我們都要幫他 OK 我可以抓他出來 所以很容易 清掉他出來 其實他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呢 是不是 這些東西會 令我們產生敏感呢 對一半 其實最主要就是 我們平時 我們不理他 他 就在那裡 就 吃也在那裡 撒也在那裡 死也在那裡 對 不斷一半 他其實 這個就是 顯微鏡方 不要緊 OK 這個本身是片 不要緊 其實 這些是 這個就是五蟲 有些大顆 有些小顆的 可以相差很大 他們的繁殖周期 說在他生命裡 有四個月 即是四個月的壽命 他排泄物 在四個月的時間 可以抓到他的體重 是超過他的二百倍的重量 我想一下 其實他周圍圍繞著 其實都是糞便 其實他最主要就是 吃我們那些皮舌 和汗水 不過他不會就不咬到 如果他會吃 那我就會很癢 那你不發覺 我們也不會說很癢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 我的皮膚較為堅硬 他吃不到 就要等我們 剝下的死皮屍 透過空氣的霉菌 去腐蠟 化分解 他才會進食 所以他產生出來的糞便 其實帶有很多 一些霉菌包子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他的糞便 我想問一下 大家的枕頭 睡得久 是不是會黃金 一般的 整個枕頭心 都好像化開 很多朋友都說會是這樣 我問你為什麼 那為什麼 有八個朋友都會跟我說 扭水 我心想 有沒有這麼多口水流 是燃窩嗎 其實呢 其實這些就是燃窩 如果是的話 就不用去燃窩泡飯 其實最主要的 滿蟲也是一種生物 它都是蛋白質 當它死亡之後 它就被細菌去腐蠟分解 但是從事產生一些叫做煤菌的包子 另一種就叫做蛋白煤 對 好聽一點叫蛋白煤 好聽一點 就是我們以前看道士的影片 林鄭英那些 就是吃點醬油 黃鈴鈴化汗 其實是油性的東西 其實最主要就是這些 影響了我們的健康 你只知道有什麼看 你看到嗎 很健康 腸胃很健康 在排泄 可以進行嗎 好的 哎呀 你們是否合理在我的家裡面 不是 全身才好嗎 來 全身才好嗎 我怕 真有意思 很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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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十八 你十八 才可以 你十八 這就是那些煤滾蛋糕 以及蛋糕 詳細就要面再說 這個... 先看一看 收拾 這個就是我的家 我的床 養著我剛才的東西 養著我剛才的東西 剛才我在這裡加了一塊黑色的紙 沒有任何東西的 短片到30秒 床就看到一個啡色的床單 就有很多白色的粉末 那如是在家裏就有專門的 我看見那些白色的粉末 其實就是很多精液純身無本洞 滴透的那些 原來這些白色的粉末 不是粗口來的 那些那個真面目呢 這就是Eleman 還在說什麼 你是上去就不是 那就是這些 好 好 那滿蟲呢 所以它會引發我們很多不同的敏感 包括我們的鼻膚 我們的氣管 貼膜 我們很多時候有鼻炎 鼻瘤 我們四個鼻瘤 其實我們人在一個機場 就是吸到這些敏感的一些自敏原 我們就會想去到沖洗出來 但是長期刺激它呢 它不斷製造一個色錄 浸住鼻水 會令到鼻瘤膜會發炎 和紅腫 皮膚問過的朋友 被濕疹 也會越來越嚴重 那 都證實了 因為網上你其實搜尋 你被敏感 其實都離不開這些灰塵 這些抹床 但是最重要的是 睡得不好 我經常吃得好 穿得好 睡得不好 其實除了應該學習到專注力 我們的健康 我們的抵抗力也會弱些 這就是小朋友的呼吸 比我們成年人呼吸多了幾倍 所以吸的東西會特別多 我最需要的referral 這期就是 這個我幫你做的事 的服務 洗冷氣 精藏肉 消毒的藏肉 精藏肉 我可以在一個擁有健康 擁有乾淨的家 就可以有一個幸福的家庭 這期需要的引戰 就是有鼻敏感 鼻炎 敲傳和鼻孔問過的朋友 多謝大家